中路经验涨了 AQA OK先换一个去 这时候接下来很关键了 给他A兵的位置 很稳 QA OK 那我们Q马上好 继续靠近 第2个Q是因为他第1个E跟我的Q同时 他的CD多我一倍 来说毫无意义 让他吃不了6个兵 肯定是我先生了的 两瓶药都吃完了 兄弟你买的50块的药吗 50块的药已经打完了 对线赢100 这一波我们往后退了 发现他的位置但是有一个伏笔 他知道我的眼位在这里他可能要卡事业抓我 找到对面打野的位置这个眼 有两个坏 有两个点 一个好一个坏 好的发现对面的位置坏的 那我要被针对了 这波抗压得撞 一次要被抓就不要学2DW 先捏着这个技能点先捏着 等要4了我们再学 AQ 男枪 速战速决吧 那我们蓝Buff了 黄身出现了 过去AQA 根本不怕哥们 越了吧 越到也能越兄弟 QA 死了 W 死了 这个线是个好线 这是一个回推线 不用推他 OK那前期我们利用英雄的强势 把愚人压到死 那回去一波 他可能马上对吧 想要下一波打回来 引魔刀 安排上 87的魔抗 引魔刀的魔法盾 无效化法球 两个魔法盾 高额的魔抗 让他去打 法刺 他都是一套一套技能 那他一套都打不动你 他接下来不可能用平A输出吧 OK看到人了 W挂上 打他 三郎 咱们是队友 你是我家的 A上 我先翻一下 OK他没眼 他没闪了 队友信息很重要 QA 死了 现在这个血量 配合上我的魔抗 我可以单杀这个鱼人 看好 足够了 可以再吊三百拳 打鱼人 一个重点 无效化法球 引魔刀 出完你就是滴 大哥 别喂他呀 那如果我拿了两个人头 我只能说 兄弟 那肯定就没有那么有效了 因为他装备跟上了 难受了 如果蓝枪不是张兵 他得过来宝大吃鲜 不然的话塔下吃兵要被无虐 R视野 321 321 QA W A 大招 A 闪现 A 行跡要好 思路要清晰 行流水一气合成 1层堵城很方便吃 啊来这么快 他先出的斜子回现很快 不然我A两下堵城有了 假装回 等他推线 顺便 你想推谁的线 来 卫鱼 W掛伤 走位 走一下 丢小兵接卫宜 W掛伤 二段刮死了 去围 我帮你挡 兄弟 我护你周全 你放心 鱼人复活咒友 加上卫士 加上他的二束血 我现在两层就过分了 一层到底 逼了 你可能会说 主播你出隐魔刀是不是没有伤害 你看我有没有伤害 我连杀了三个人没回家 存了2500块 但这才7分钟啊 我三四分钟 我四分半回的家 还是五分钟啊 主播拿了一个隐魔刀 在外面杀了2000多块 怎么可能会没有伤害呢 你的伤害跟你装备没有任何管理 是依靠你的输出手法 那鱼人本身他就打不过你 由于你出了隐魔刀 那接下来就看你俩的输出 谁打的更快 活着才有输出 很明显他活不了 对不对 我属于是半血 打了一个满血的鱼人加满血的蓝枪 仅仅是因为我出了counter他的装备 就是这个隐魔刀 就像上一把 补完其他对面出了个大冰箱 我也我也废了 你得走 W 对吧 法刺帕摩卡 呃 正常的刺客 怕护甲 越了吧 他一点点 他一点点 AQ 救我一下救我一下 其实我可以单杀 谢谢你 我好像真单杀了 盲神过来就A了一下 还是拍了个E呀 真单杀了兄弟们看到没有 没蓝没大 半血反杀一个满血鱼人 他还三个头呢 确实Counter 主播话很多 话很多是因为 咱主打就教学对吧 交给大伙更多的蓝刀玩家可以上到分的方法 主把给大伙做成了一个英雄图表 能上韩服千分4万多版的游戏心得 做成了一个英雄图表大伙方便的截图保存 10秒钟之内我关掉 英雄有160英雄 这里有50个三分之一的英雄 全都写了秘密麻麻的教学 打边打边解说 主播这个话多是因为在讲解自己的思路 你把声音关掉 那你就是看几锦 你把声音开起来 几锦加上教学 OK 那图我关了 想要看到 左下群相册可以看 我刚才隐身是不是没隐身过来啊 谁能看我刚才 等一下啊 我是不是开大刀隐身了呀 诶 我刚才是不是一直被 我隐身了是不是一直被A呀 奇怪呀 诶 我刚才 隐身了为什么一直在掉血呀 兄弟们 哦 可能是男枪在A我队友 但我隐身了 但我挡在他前面 他分心了 他在跟弹幕 弹幕互动 我是不是隐身了 被狂打呀 人云了 人云了 等他先撞一下 第一个先锋是1500 他撞一下一个平A 细节绝你成败 奶妈不杀 我刚才能杀奶妈 但我想双杀他 只杀一个奶妈 其他人要把我杀掉呢 但隐身一直在掉血我不知道 爱惜异能显形 什么鬼 真的假的 那改的太抽象了呀 他的一个E技能可以破我大招隐身 不能吗 这个弹幕是 这个话是真的假的呀 兄弟们 爱惜异可以破 难倒隐身 不能吧 主要我当局者迷 我感觉到我刚隐身的时候一直在掉血 就我没看到鱼 就这样 就我当局者迷 我没看到具体情况 但我 分析一下 应该是蓝强的品A 我队友我挡到了 双盾留 兄弟 还有三千块没出呢 看到没有 先摸刀 加无伤马爬球 有手就行 不需要操纵 除非鱼人装备太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 你们可能会说 你出引魔刀 鱼人出 匕首 这个叫什么 复壁 不就反制了吗 不一样 兄弟们 他出的 不假 但是我的伤害是 平A 我出的装备是攻击力 我可以一直平A A两下伤害 大招 AQ A两下伤害就过来了 他挡得不假 但是他是 AP的 他技能输出 他的输出来源于技能 他技能放了 打不动你 他就得等下一套技能 而我们的技能 放完 我可以一直平A 他技能打完了 伤害不够 那只能一直平A 对 那对A的伤害谁高 肯定是我们身为攻击力的高一点 所以你只要出了这个 他出护甲 1比1的情况下 你是肯定赢的 除非他队友搞你 等他队友搞你 几打几 其实你出什么装备都一样 我们要考虑一打一能赢 这样队友如果二打二就能赢 KQRA 主要零钱了 兄弟们吧 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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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了 这个时间 拨 有点雅 感觉最近不能加班太久啊 养精绪对新赛季充分了 我从不妥协 我从不妥协 就你出了引摩刀 他应该得打三套技能才可以把你杀掉 但你可以一直A死他 就他出护B的话 你一直A就可以把他A死 W闪向上A死了 他死了 往后一个远程QA 一个W 远程QA可以打出被动 打出被动 伤害肯定就高 近战Q可能会A不出来 直接W闪 当防三人 17分钟 17分钟 推 推 推 哎呀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呀 17分钟 刚才这一波单防三个人 这不值得大火一个6吗兄弟们 能打这得扣不6 我再靠 兄弟 他不玩 QA秒了 哎呀 完了 他不挂上了 走位接二半 AQA 5个人 我 哎呀 我们是可以秒这个男枪的 但他有奶 双拳难离死守 别打啊兄弟 你得先上来嘛 OK 爆杀流 很好 有手就行 哎呀 直播看久了 大火的这个要求也挺高啊 我感觉换一个换一个主播对嘛 一个人单切后排三个人 单人三杀 那6都哭麻了 看多习惯了是吗 看多习惯了是吗 等我 鱼人会在哪里 留影 让他就算 打断 大刀加速 等他一技能 等他第二个Q WQA 死了 不用看 这波我们cd很快 用两次Q就行 不要着急用平A 两次Q二段阿慧直接跟到他身上 开完大招 开个 用一个平A或者一个Q 会跟踪 这波他用了一个E一个中甲 拖了很久 两个E 炒他 进去 龙不被强就行 我拿我命换 我没大的 空中开个大招他一个不到我 PV拉开距离回头一个W 往前再翻一下 再翻一下 挖过去 W 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兄弟们 打大龙的时候身为一个男刀 你是可以翻墙过去限制对面打野抢龙的 拼神 你让他下来 他拼神界有50%可以把你龙抢了 这时候抢了就翻牌 如果你把他这个 惩戒的机会都没有 稳稳拿下这个大龙 只有 像我们现在这样 盛世 优势变成盛世 直接拿下游戏没有翻牌的机会 你死了都没事 我真是 好